持送大悲咒一年后发生的可喜变化 作者 浩然天风 一 前言 感恩群主建立大悲咒群带领大家修行 感恩诸位师兄互相砥礼共同精进 近日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愿望得以圆满 之前我发愿如果愿望实现 则写出经历和大家分享 至今为止持咒将近五万 虽然和群里各位师兄还差好远 但菩萨还是很照顾墨学 让墨学工作和生活上都去向顺利 特别是解决了工作中十年都悬而未决的一个难题 所以 弟子将几年来的修行日记总结如下 供养诸位同道 愿大家增强信心 共同精进 统正菩提 二 念大悲咒的缘起 墨学浩然天风 2010年夏天因偶然看视频和谐拯救危机 开始学习传统文化 随即学佛 不过在2013年7月1日前都是散念佛号 也曾经按印足实念法念过一段时间 但由于工作的特点 没有机会长时间专注念佛 也没有定课 总感觉不赦心 2013年前 我曾写过《学佛心路》 在QQ空间置顶 后来看了首月亮博主的博客 莫名其妙的想背大悲咒 因为周围同事几乎没有学佛的 我念佛被别人听到会说三道四 而大悲咒别人听不懂 还以为是念外语 另外 大悲咒比较长容易设心 不专心就会中断 于是从2013年6月起 我逐渐开始念大悲咒 开始根本念不顺 更别说背了 也没有看到博客上 如何快速背会大悲咒的文章 就自己多读硬背 用了一周时间读顺 两周熟练 用了约一个月背会 从开始读需要三到四分钟 到断断续续背一遍五到六分钟 后来逐渐缩减到一分钟 到出声最快五十秒 目前大约一分钟一遍 从开始 周围声音一大 持咒就被中断 后来慢慢练 到广场舞的音箱边练 同时一起唱歌 到KTV 对着江南style的音乐练 逐渐可以在嘈杂的环境中持咒 后来看新闻 看文章 看手机 走路坐公交 洗澡 刷牙 都可以持咒 但这时好像是有口无心 没有听清楚 另外 一旦用脑子写文章 那么就不能持咒了 所以我还差得远 还得念 说起大悲咒 开始刚学念的时候 在我家附近的不同的两条路上 听到过两次大悲咒的音乐 不是旗语 就是拱乐唱的 但奇怪 是我家附近没有佛剧店 我媳妇当时也听到 应该是从洗衣店或者饭店放出来的 但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 估计因为我当时 对于专念大悲咒 还是佛号又动摇 所以说 菩萨来点化我 坚定默学专念大悲咒的信心 三 专持大悲咒 圆满实现工作转正的愿望 一 工作家庭不顺利 我2003年 本科毕业后 2005年进入国企 是一名劳动派遣工 在2005年到2010年 我曾经愤世祭俗 远天尤人 对派遣工和正式工的制度 说三道四 当时我的家庭也很不顺利 我妈妈曾和岳母多次吵架 我回来也曾和岳父母也吵过 我的在职工程硕士论文出了问题 我和老师闹矛盾 开车 出个小车祸 家庭矛盾激化 常常看黄色网站等等 当时没有学佛 不知道自己意仗深重 不知改悔 反而 由于自己文笔尚可 傲慢清高 在公司和家里 对种种不顺 口诛笔伐 岂不知 不能孝亲尊师 还堕胎邪淫 种种恶业 难以尽数 在此 一并深刻忏悔 这几年努力改正 蒙菩萨加持 有一些好转 不过 傲慢执着之心很强 须长时间修行 二 损伤福报 屡事不低 2013年之前 公司有过三次 派遣工 转正事工的考试和面试 虽然我工作比较出色 主管领导也比较认可 但我不论用什么方法 这几次都没有成功转正 不是鄙视不过 就是面试不过 面试很紧张 很不顺利 包括家里 曾年转托人 找到省里一位领导 对于他来说 这种企业里的小事 打个招呼 应该是十拿九稳 但眼看要成功 仍莫名功亏一篑 验证了佛言 因果不虚 自己损伤福报太多 在墙的外援也难住 三 持咒发愿 愿望圆满 2013年12月 我已经基本能坚持 大悲咒每天108 中间也有完成的时候 我看过大悲 陀罗尼经 说大悲咒可以满院 在20日 我发愿如下 如果能转正 立即 拿出 某个数量的金钱 放生印经 做善事 每月收入固定10% 拿出来做善事 每天持大悲咒108 不断绝 将真实描述我的经历 更大范围的 弘法 立生 感恩菩萨 2014年2月21日 加入首月亮大悲咒中转群 5月4日 完成25161遍大悲咒 加入首月亮大悲咒精进群 5月8日 转正消息公布 形势很好 其请菩萨加持 让转正顺利 将来的岗位 立于修行 5月22日 转正几分公事 我是本部门 本科类第一名 全公司第三 稳操胜券 菩萨加持不可思议 6月4日 竞聘转正面试很顺利 不紧张 感谢菩萨加持 8月7日 完成大悲咒 46800 上午 前转正合同 在这几个月期间 放生等扇形 大幅度增加 大悲咒近期 稳定在200以上 转正以后 已将发愿的内容 一一达成 4 其他感应 除了转正重宫外 在这一年内 还有诸多的感应 总结下来有 1 父亲肺部节节 安然化解 父亲体检被查出 肺部有节节 他自身没有症状和感觉 他的兄弟姐妹 一致怂恿他 去北京肿瘤医院复查 我和妈妈劝阻无效 我为他放生 持咒 做善事回向 在菩萨加持下 河南武警医院 和北京肿瘤医院的专家 都说没问题 只需要多注意 观察 他放心了 他的兄弟姐妹也放心了 解他欢喜 要知道 肿瘤医院的医生 随便说几句话 检查开药 就是天文数字 性的菩萨加持 顺利滑解 二 孩子的身体 逐渐好转 由于我业障深重 我的孩子去年 肠病 住院好几次 从我2013年9月 他病 我有一天发狠心 念了108遍 迅速好转 出院后 我持咒 放生不断 在菩萨加持和中医 调理下 越来越健康 三 家人同事 共沾法医 家里 虽然没有佛堂 但媳妇每天 磕头念 菩萨名号几十遍 孩子每天 磕头念 菩萨名号三遍 虽然父母不太信佛 但都不反对我学佛 且近期 我父母都背会了心经 工作中 我作为公司内部讲师 弘扬传统化 弘扬佛法 周围同事 对佛法感兴趣着日增 四 去 去及避凶 五一 开车上高速前抱胎 过年时 回老家 宾馆满园后 念观音 找到房间 钱包丢掉 被别人 喊住归还 平时开车 多次化险 无意义 每次停车 总能倒到车位等 感应甚多 五 梦中念佛 遇到危险 记得念佛 念观音 念大悲咒 数十次 六 家庭 家庭和谐 家庭 逐渐和谐了 矛盾 很少发生了 说也奇怪 以前我岳母说话 我总是听起来很郁闷 但现在 我很理解她了 觉得她 都是一心 为我们好 心里很顺 真是不可思议 五 目前存在问题 一 由于工作 生活忙 每日念完大悲咒 无时间听经 无法解形并进 导致烦恼吸气 有时候很重 反而因为持久数量增加 有感应 变得很傲慢 二 大悲咒 满足于散念 涉心念很少 不如刚开始 不会念的时候专心 三 由于自己身体 由于吃素 工作 忙 不锻炼 执着心重 思虑过度等 由于这些原因 变得很瘦弱 不强壮 不能为别人 树立好榜样 已经发愿 请菩萨加持 到年底 胖十斤 给佛菩萨长张脸 为吃素 也能强壮 做证明 四 肉不想吃了 但有时候 还想喝酒 昨天心中 莫名苦闷 还喝了酒 五 自己在外 不想吃肉 更不要说 一天一夜 自己坚持念了 淫欲心 有反复 甚至在 拜菩萨时 有非常罪恶的念头 忏悔 惭愧 六 各方面顺利后 开始贪爱顺境 求财富 想有钱 又有闲 还美其明月 是空闲时间 弘法力声 出离心 出离心 大大降低 或许 就不想出离 第七 焦虑 话多 总想显示 自己会念咒 总想倾诉 和分享烦恼 六 结语 今天写的 纷繁无杂 没有去年的灵感 也许 真的是 持着的数量上去了 我的道心 退转了 菩萨 默学 是不是到了平静 为什么有些困惑 和茫然 修行很艰难啊 还要劳烦菩萨 常常照顾 我这个脆弱 没有吃过苦的凡夫 我想 有两个方面需要加强 一是听经不够 二是射心念咒少 今后定当努力 空出一部分时间听经 二是老实专心持咒 三年后再说 毕竟 从五月进入精进群开始 才三个月时间 要踏实啊 老实听话真干 这就是秘诀 此文若有任何功德 全部回向给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回向给诸位师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愿大家得观音菩萨加持 学佛修行 夜宵至朗 仗尽 服从往生西方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观心菩萨 那么大师至菩萨 2014年八月底整理 随喜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